第一至九节车厢脱线 两节硬座车厢侧翻 其中四节车厢严重变形 事故造成上下行线路行车中断 以及320国道渝江至东乡段封闭 今天他要进行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把这个塌下来的土石方的 开展抢救商员和恢复交通运输工作 问那个司机 我问他今天他运了多少量 他说从三点钟开始到现在 他应该运了七八烫 每一趟有两三个重伤病员 都转移出去了 目前这些人都在安置在 就近的一些医院进行救治 现在的出检工作是这样的 一是要把这个中段的护坑线 要尽快把它恢复过来 现在吊车也上了 那个挖救机也上了 正在把这个青帆的列车把它扶正 慢慢地把那个现在受中段的 这个护坑线尽量恢复通车 另外就在我们那个出事的 这个滑坡点这里 这有五辆外车区在紧张的作业 把这个险情的那个土方 把它借助山区 当地刚下过暴雨 道路泥泞 第一批到达现场的 鹰潭市渝江县消防中队官兵 扛着特勤救援设备 徒步找到了事故列车 重点在受损较为严重的 二展开救援 消防队员尊重 由于事故发生在凌晨两点 很多乘客都是在睡梦中受伤的 对于事故发生时的情况 只有零星 要认真加以整治 四点十分左右到达医院 所以我们医院立即成立这个专家组 成立抢救小组 对于事故发生时的